你怎麼看說 因為之前這個萬華破口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引起很多萬華人不滿 那今天就是第一站就來萬華 是不是也刻意說 希望說讓這個萬華人的股票 他們的願意 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有一些的言辭 恐怕用詞不是很精確 那只有任何人因為這樣有傷害 那我也必須要誠摯的道歉 我想我們必須要先來講 就是這次COVID-19的這樣的疫情 是人與病毒的戰爭 不是人跟人之間的戰爭 這樣的病毒的肆虐的情況下 不但是我們自己在同一塊土地人要合作 世界各地人也要互相來合作 才能夠對抗病毒 那任何運用這樣的一個病毒的傷害的時候 來製造分化對立 我想這都是不好的 從我在開始 第一個大家記得不記得 還是把它回味一下 我們第一位染疫的病人 他當他康復的時候 他留下的一句話 我到今天都記得很清楚 沒有人想要染疫 所以也沒有人要當破口 那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在病毒對抗的時候 是人要合作對抗病毒 你怎麼看說 因為之前這個萬華破口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引起很多萬華人不滿 那今天就是第一站就來萬華 是不是也刻意希望說 讓這個萬華人的育兵他們的願意 沒有 這是一個我們這裡是一個有文化體育的地方 我們再出來要來做這個 以民為先的話 要來當一個市政的一個領導者 那當然對於文化的根 我們是予以重視 所以從這裡來做出發 然後第二個 我也必須講是說 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有一些的言辭 恐怕用詞不是很精確 那如果任何人因為這樣有傷害 那我也必須要誠摯的道歉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COVID-19不是人跟人的鬥爭 也不是人跟人的戰爭 是人跟人在合作對抗病毒 可以說 我們也想說 一旦有事 偶然是不同的 往前作對抗病毒 就來給予航 分別人的 我們也有 傾訴